欢迎收看新北战初爱 我是主持人廖平安 走访社区与村落 用不同事业角度 带您关心每一个动人故事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 他是我们青岛五官的馆长 林苍香老师 现在请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我们老师来到现场 那我觉得我对于就是武术这一块 就是我可能是比较接触 比较常接触到就是 夜问这支影片这样子 然后在我们的新闻里面看到老师 我会觉得哇靠是英雄耶 然后英雄竟然有真人版的这样子 我想说真的是很厉害 在淡水就有了 而且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 其实究竟就可以知道武术是怎么样一回事 但是在我们就是要开始我们节目之前 还是要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林老师的英姿 透过这段影片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武术大会 为了纪念武术大师高道生100岁诞成淡水青岛武馆 在这个月的13号 于淡水图书馆演艺厅举办纪念高道生100岁诞成 国术名家演武大会 现场有14个国内外武术团体 都为了纪念一代大师共襄胜举 并且准备许多的精彩武术表演 让这一场纪念会名家聚集显得相当精彩 那希望借助这个纪念会 邀请台湾北中南各地的各门各派的好手 名家来做一个表演 除了缅怀高同志的一生的传奇故事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效仿他刻苦练动的精神 现场有来自高道生宗师的弟子 综艺武术馆 还有世界一中堂首道联盟北美分馆 以及青岛舞馆等等所带来的精彩武术表演 而主办单位林苍香馆长表示 高道生宗师在民国74年与他认识 当时就决定要追随他 并且学习长拳螳螂 开立青岛舞术馆助力淡水31年 而高道生宗师曾授班中华国术总会 名誉九段证书最高荣誉 因此这一场纪念会 更要表现出武术与品德的重要 那我们的发觉到 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分享机会 是一个主事重大 重情重义的 我们可以深交的好朋友 所以每当他要举办所有的活动 我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我们除了代表体会来表示 对他的敬意 追念之外 我还要特别开心的 等一下可以跟各位一样坐在台下 欣赏今天很特别的日子 105年 所有的武术精英大师们的大会师 这么多年来 经过了31年 自己还是在老师的教诲之下 能够一直的鞭策自己 鼓励自己 希望能够把武术 能够把它练好 由本身来做起 然后还能带一批土地 把这个武术能够发扬光大 市议员郑大立香认为学习武术 并不会让孩子变坏 更让孩子可以心无仰德 而为了好友林昌香馆长 艺人更赞助了这一场纪念会 此外馆长说高道生忠师的刻苦练功精神 是值得大家学习 更希望能够传承武术品德 发扬光大 记者是端一带水采访报道 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师在台上是发光发热 到一个就是很帅的深度 好啦回归现场 老师其实刚刚有聊到 老师你不是淡水人对不对 对我故乡出生是在苗栗 那怎么会就是来到淡水开一个武馆呢 那我74年的时候来淡水 淡水专校念书 然后才碰到我的恩师高道生老师 那才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国术的 大家的风范 那也让我实心塌地的 觉得应该这辈子好像有这个天命 要来传承他的一个死面 就是发扬果术 是 那对我来讲因为你说74年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高中生吗 还是 大 专一 专一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 我到我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不会想说我想要去做学务 可能我是因为我是女生吧 或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一般那时候的孩子会非常的爱玩 因为对我 我的课盘印象对于国术可能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的尊敬 像是我小时候我的武术老师 因为我们都会有武术课 就是小朋友会有一些凹凹筋骨的武术课 那我的老师会跟我说 你踏进就是武馆的 每一刻都是要保持尊敬的心 甚至进去场地之前要先敬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那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约束 那当初怎么会就毅然决然 这么决心要踏进武术这一块 我也挣扎了三年了 三年 父母亲说 这个我们客家话有句话说 拳头再印啊 也打不穿这个墙壁 是 然后在台湾这个生学主义又很重 所以呢 其实对武术这个氛围来讲并不好 但是相对在 自从有文大国术系之后 这个普遍在中小学啊 因为有像我这种年纪的青壮辈的出来 去带动各个我们的学子去练这个国术 反而练的人口比以前多 但是相对的 大段宴校就诱惑比较多 所以大段宴校国术社是比较 比较衰微的 是 那我就是当初 我从高一就开始习武 那真正才碰到我的恩师高道生 老师的时候 才真正看到 什么叫真正的什么叫螳螂拳 什么叫地宫拳 是 那当然 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国术界的太多 也不知道他的来头 也不知道他的来历 后来知道之后 才会让你真的打从心里面说 哇不得了 他是 在平凡 很平凡当中 会让你会觉得说 你很尊敬他 是 尤其他 不管在品德方面 还是说他的 武功的造诣方面 那是很难跨越的 是 他一开始不是先告诉你他是谁 他没有先让他 让他的响亮名声去振折你 他反而是用身教去带你 没有 我因为以前在高中练了三年的功夫 然后看到我们那时候老师已经69岁了 69岁的 我们想说这个 老先生老驼子 有什么功夫可以教我 那很快的在上课半个钟头之后 当你有这个疑问的时候 他很快的 10秒钟他就让你服了 就正折 所以已经不需要问答案了 是 答案很明显 就已经佩服他了这样子 那所以说 我们一直到老师他走了 这中间都是跟着老师在习武 对对对 老师一直都留在淡水吗 对 哇 因为我认知下他是从大陆过来的 他当初是毕业于山东的青岛国术馆 所以如果观众有印象的话 他跟我们高华都国防部长 他的爸爸高芳仙中将是师兄弟 哦 师兄弟 就同学嘛对对对对 所以像高芳仙将军 这个算起来算被困我们都是算师兄弟 嗯 那所以说我们可能对大家 对就是一样从电影得来的知识会比较了解 就是其实我们的国术有分很多的派系是不是 对目前经过大陆的挖掘整理大概还有 300多个门派 是所以老师是其中一个门派 对那在山东呢 自古山东啊登州这个地方 人家说连山东的狗都会打个四门斗 连山东的狗都会翻跟斗 可见山东是民风飘汗的地方 在历史的渊源来讲 西济光在山东蓬莱那边所长城 义和团的发言地也是在山东 然后很多犬种像螳螂犬 像茶犬像梅花犬 很多的犬种顺兵犬 都是源自于山东 那比较近一点像颜世凯训练新军 也是就在山东 所以山东这个地方 民风非常飘悍 虚无风气其实很盛的 所以当在民国15年 这个青岛市的市长历任三届 也就是青岛国术馆的馆长 以前的国术馆是官办的 是公营的 所以是政府出钱请名家 老师来国术馆教权 所以那时候青岛国术馆 将近有200个全房 就是武馆 那在 在整个全大陆的普查里面 青岛国术馆去参加全国国术的比赛 它是人口最 人口密度 就是习武的人口密度是最高的 然后比赛成绩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所以青岛国术馆是非常不得了的 就是拔尖的 是拔尖的 所以青岛国术馆 其实不是您创立的 是从大陆那边过来 山东那边过来 那边是发源地 对 民国15年就创立了 所以您在这边是延续 对 从我老师这边来 它就是元气 因为在抗日之后 嗯 副馆了一两年之后 马上就是 我们就撤退来台了 所以整个国术馆就 就等于就是没有了 嗯 所以 当初山东大概有 几十万的人口 军民就撤退来台 所以山东 台湾的武术 山东的全师是占最多数 嗯 也是一个主流 因为当初山东 第一个武师最多 第二个 撤退来台就已经有 好像三十多万人口 来台湾了 因为我们的 蔣介石总统那时候 带了两百万军民嘛 所以山东就带了三四十万了 嗯 其实我还蛮难想像 以前竟然会有这样子的学校 然后是官办的 嗯 因为大家 现在就觉得文凭比较重要啊 对不对 那那时候 官办这样子的学校 真的是整个 几乎整个城镇的人都在习武 对 这个源自于就是说 当初明初的时候 嗯 比如说像 呃 我们老师传说我们 西北军的大刀队的刀法 嗯 那也就是说当年在 所长城在古北口 西风口的时候 嗯 一意成名呢 嗯 因为那时候国军的装备 远远不如日军 嗯 那日军因为 从围满周国 从东三城一直下来 嗯 国军是 根本就是没有抵抗 也没有抵抗的能力 嗯 就自动 自动 撤退 嗯 但是到了长城的时候 他钓了29军宋泽炎将军的部队 嗯 所以去 守这个长城 嗯 那知道宋泽炎将军的部队啊 他是冯一祥的二把手 嗯 那冯一祥将军呢 本身是习武 宋泽炎将军是山东大汉 嗯 所以家里本来就是武馆 嗯 白满的十八班兵器 是 所以他们当初就是 是请山东的这些拳师 嗯 到他的部队里面去交大刀队 嗯 因为每个人身上背了一把小砍刀 嗯 然后呢就夜袭了 嗯 跨过长城啊 杀到日本的营地里面去 嗯 所以呢 一个晚上杀了两三千人 是 所以非常的恐怖 嗯 所以日 第二天日本的报纸讲说 这是皇军 本来是三夜要王华 嗯 他是皇军 就是侵入中国 嗯 最大的耻辱 就是大刀队 所以一个月 他们是不敢动 嗯 因为被杀掉 三千多人了 嗯 用四十几部的大卡 军运大卡车载尸体 嗯 所以 他们马上去热和城堡叫铁匠 打了叫铁脖子 嗯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通通脖子上面就套着一个铁圈 是 因为怕驼背再砍 嗯 因为日本也信佛教 他说头断之后 这个下辈子没得 投胎 转世 投胎轮回 哦 所以这样听起来 听完这整个历史 我发现 其实我们的国术 我们的武术 就是占有一席之地耶 在 这么大一场战役里面 立下功劳 其实很多哦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本身的装备 不够 嗯 所以呢 宋哲言将军的部队啊 所以当初呢 因为那个时候山东也来被德军占领过 嗯 因为连铁都没有 嗯 所以晚上呢 是叫阿兵哥偷偷地去聚那个 德国的那个铁轨 因为在德国的铁 他的铁也练钢很好 嗯 就那个钢条 嗯 那个钢条呢 拿着高高的哦 下面放一头猪 那个刀这样 下来 小砍刀这样 放下来 这刀 那个 猪的头就断了 这么锐利 对 就是这么锐利 哇 然后 那个 我们的阿兵哥啊 通通就讲好 嗯 五百人过去 嗯 跨过长城去 嗯 通通脸上抹黑的 嗯 因为那时候 嗯 冬天 跨过长城 看到日本银 只要看到衣服不一样的 嗯 脸不是黑的 通通砍头 嗯 是有这段历史的 是 这武术真的是很重要啊 所以 我们才会一直说 它是我们的国粹 一直流传到现在 然后 虽然现在 可能 学习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是 老师也很努力在推广 对 我们现在也有就是 到我们的小学 还是说 其他学校去 去分享 然后跟上课 这样子 有 我 像淡水 还大台北地区 我目前还 带了十个学校 嗯 诶 十个 像真理大学啊 淡江高中啊 大学生也有 嗯 那是我的母校啦 是 真理大学 淡江高中啊 嗯 还有这些 淡水啊 水源啊 文化 中泰啊 是 都是老师的地址 关注国小啊 台北市的大同高中啊 是 是 就很多老师的地址 逃离满天下 但是就我所知 好像老师你 搜图地是最近的事情耶 对不对 10 103年的时候 好像是几年前的事情而已 对 因为 嗯 嗯 我们 我比 我比较所传统啦 所以我们讲说小孩子哦 入武馆 一定要让他知道 既然我们是国粹 就是有优良的文化 那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 是 道德 是 那这个伦理道德 除了要所地址归之外 嗯 那我们知道 嗯 现在的人 最大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了 嗯 那应该在角度来讲就是误人之地 那以前功夫要练到相当的程度啊 没有经过师父的允许 是不能够失日出来开武馆的 嗯 嘿 这么严格啊 对 那以前啊 功夫要练到相当的有造语啊 没有二三四年啊 二三十年吗 对 那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家大师 而且 以前 我们讲说清朝也好 明清是武术 入民间武术最盛的时候 是 那些名家 没有一二十年是不出门的 他那一二十年 那是天天练 一天练五六个钟头耶 那放 你放眼看现在 为什么 一代会不如一代 高手会越来越少 以前的高手就是 类似说 你可以跟职业的拳击手 还是泰拳这些职业的拳师去做拼的 不是一般乐儀在玩的 那种都是真正所谓的高手 那像我在念诞专的时候 我们有社团嘛 那老师来也就是这么一天 对不对 因为老师那个 带很多很多的学校 像政治作战学校啊 国防部啊 还是国防那个国防医学院啊 等等 那我们自己会要 像我啦 本身因为我当社长 我要带头做 所以我每天大概是练 大概练三个半钟头 求学的时候 嗯 像很多了 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都有 还从 从那个淡砖啊 从新明街这样 跑到沙伦三公里这样 尽量去训练体力 尽量练 然后到现在都还不敢说 把全练好了 那你看看以前人下的功夫 好不好 嗯 非常好 而且非常深 嗯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 到近期才开始收徒弟 一方面是尊师正道之外 另一方面其实我相信 老师是不是影响你很多 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老师在的时候 嗯 没有经过老师的允许 最好是尽量避免 最好是尊敬老师不要收徒弟 嗯 为什么呢 老师在你收什么徒弟啊 嗯 所以 我们 我的老师97年往生之后 是 我是拖到 我是到104年的时候才正式收徒 嗯 那现在人 徒弟跟学生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外面学校推广的叫学生 进来武馆的叫徒弟 嗯 那 真正的有心 能够 观察它的品行 三年以上的 嗯 还是能够守得住规矩 能够心跟武馆在一起 我要 我真的是 有热爱这个武术 嗯 然后想要传承 有这个文化 传承的一个使命 才能正式收为徒弟 才不会腐烂去收这个徒弟 要不然名时不复 是 哦 所以收徒弟其实也要观察呢 要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对 那老师现在目前有多少徒弟呢 我正正说进来的徒弟有四位 四位 对 都是精髓 都是最厉害的人 应该是 因为老师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才可以真的认可他们是自己的徒弟 对 嗯 那老师习武这么多年 其实你刚刚说三四十年才可以自立为老师 可以去收徒 但老师这样算下来 其实大概 三十年 三十多年而已 十五大概三十多年 其实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相信这三十多年 老师就是您的 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高道生老师 高道生 他应该是影响你很多 那这中间 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 就是个性啊 还是什么生活习惯改变最多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想每一个圈子的人都有他的生活步调吧 嗯 那武术 我 我觉得好像跟法师一样 比如说我们讲 不管你的中教信仰 不一定是佛教 嗯 嗯 我看过一些苦修的 大师 禅师的他们的传记 我觉得全师跟禅师一样 嗯 我们当一个全师好了 米其名说 我们是职业的全师啊 工作就是 工作就是生活嘛 生活就是工作 工作就是国术 那天天就是 绕着武术在转 在发扬 在学习 那 法师在告诉人家修行的方法 那我们告诉人家 虚武的一个方法 嗯 对不对 他们有丛林道院 我们有武馆 嗯 对不对 他们住宿 印了很多的一些 劝识的 荆科玉力也好 道德 形式 形式的道德的一些书也好 嗯 我们也是在做 这些武术书籍的一些 论述著作 是 等于让后辈有一个 参考 对 遵循 对对对 是 遵循的一个方向 所以改变最多就是 你每天的生活习惯 都因为武术而有所不同 你可能每天都围绕的 无数在走 是吗 我最忙的时候 我一天 我每 当然我每天都有 每个学校的课 嗯 我白天最多 最忙的时候 能带过四个到五个学校 所以我白天 一个上午啊 一个一天 一天 从早上 嗯 从早上到七点到晚上 到晚上 到晚上 到 到傍晚 要跑四个 下课的时候 就是 正式的 就是 四到五个学校 四到五个 然后晚上还有五管的课 晚上又有两个钟头五管的课 所以很精实啊 你的训练很精实 是很踏实 对对很扎实 但是还会找到海域跑步吗 现在没有 所以时间规划大概是一早起来 就要开始去推广武术了 就要到学校去 对对对 像有一些学校 像 比如说中泰国小 嗯 他们是利用 比如说三点到五点的时间来练习 是 那像台北市市立大同高中 他们有大同仁的养成教育 嗯 那校长呢 他是数学的博士 教授 他说 现在 念书不是那么重要 像他是念数学的 统计的维基分 那都很强 嗯 那是 那是 那个数理学院的 大同大学的院长 嗯 他说 如果不是走学术教育的这条路线 你很快两年 就把以前大学研究所的东西都忘掉了 他说 处于现在的社会 他说身体最重要 嗯 所以强生教育 所以他把我的国术 让全大同高中的学生都要练国术 全校都要练 全校都练 他说身体不好 其实他甭谈了 嗯 第一个 第二个品德教育 他自己上 他自己讲 嗯 他说如果你的品德不好 危害社会 你念到书越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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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犯案越高 这个等于社会成本付出太多 嗯 这个 书念的再好有什么用 是 第三个 他 把传统的一些书法都带到学校里面去 嗯 他说我们 要保留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伯萃 伯萃 那我 私立大同高中 由我来开始做 我想这也是台北市高中里面 唯一很特别很 也是 陈校长眼光很独到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 竟然会有一个学校 在默默的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 希望全校的学生都去习 习习 然后我觉得品格教育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形塑了一个孩子很重要 就是武术很重要的一个 目的 对 对不对 就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习武这么多年 你发现就是 他其实是修心的 他不一定就是 身强体健的一个捷径 他其实还修心呢 对不对 对 每个人都一样 刚接触国处 因为到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 会觉得我好像蛮强的 嗯 所以呢 一出手一棘子一投足呢 可能会拳打脚踢 看到墙壁 砰一下 看到 看到树想踹它一下 会有这种动作 那是 好的方面想这是求上进嘛 是 对不对 越越意识啊 而且正好是 血气翻钢的时候 17岁18岁的时候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嗯 那你慢慢经过年龄的时候 我们 国术界有句话说 学到之修处 嗯 学到 知道羞耻的时候 学到之修处 方之 义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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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之修处 方之 义不高 嗯 就是说我学到 你真正看到名家高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啊我好惭愧喔 嗯 我好羞耻 我怎么 我我 我眼直是雕虫小技 班门弄口 对不对 你会才知道说我自己的 造语真的是还很低下 嗯 所以你这个心境就不一样了 嗯 哎 啊确实是如此 因为我们讲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 好 这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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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的心态会慢慢的 就是 刚念头说 哇 我都是很 很长 好 当然这是一种自信 充满了能量 对充满了能量 慢慢经过年纪的时候 嗯 江湖走老了 这个 胆子会越来 越小的意思就是说 会比较谨慎 嗯 比较谨慎 虽然是该出手的时候 就要出手 但是不轻易出手 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说 道德的规范也是一样 绝对没有先动手 嗯 对不对 你不动手 我们绝对是尽量 让一让二 不让三 是 所以我们再又归到 全院里面说 让一让二 不让三 我让你一步 让你两步 你再进来 那我可能就要 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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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表示你对人 太恶霸了 我可能就要反 我要反击你了 得寸进尺 也是不能接受 是 所以我没想到就是 国术有这么多的 大道理 这么多的人生的争议在其中 我觉得 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 不一定是练身体 让自己身体健康 但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好处 那再者也可以修修行 就是让大家在 可能这么繁忙的世界当 这么繁忙的生活当中 可以静一下心 跟自己好好相处 然后也可以 让自己身体更好 好啦我们先让老师休息一下 下段节目等等回来